这一节,我们来看有效分配利益的方法,夏普利值计算。 对多人合作博弈问题,如何形成多人有效率的合作博弈,关键是能够给出一个合理的分配方案。 对合作博弈来说,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解,夏普利值和合人。 夏普利值的计算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合理分配利益的方法。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故事,约克和汤姆结队出游时,邀请一个路人一起吃午餐。 约克带了三块饼,汤姆带了五块饼,三人将八块饼分成了三份,每人一份。 午餐后,路人给了他们八个金币后,继续赶路。 约克和汤姆为这八个金币的分配发生了争执。 汤姆说,我带了五块饼,理应我得五个金币,你得三个金币。 约克不同意,既然我们在一起吃这八块饼,理应平分这八个金币。 为此,约克找到公正的夏普利进行裁决。 夏普利对约克说, 汤姆给你三个金币,是因为你们是朋友,你应该接受它。 如果你要公正的话,那公正的分法是,你应该得到一个金币,而你的朋友汤姆应该得到七个金币。 约克不理解。 夏普利说, 因为你们三个人吃了八块饼,其中你带了三块。 汤姆带了五块,一共是八块。 约克吃了其中的三分之一,即三分之八块。 路人吃了约克带的饼中的三,即三分之八,即三分之一。 汤姆也吃了三分之八。 路人吃了汤姆带的饼中的五,即三分之八,即三分之七。 这样,路人所吃的三分之八块饼中,有约克的三分之一,有汤姆的三分之七。 所以,路人所吃的饼中,属于汤姆的是属于约克的七倍。 所以,对于这八个金币,公平的分法是,约克得一个金币,而汤姆得七个金币。 约克听了夏普利的分析,认为有道理,愉快地接受了一个金币,而让汤姆得到了七个。 在这个故事中,我们看到,夏普利所提出的对金币的公平分法,遵循的原则是,所得与自己的贡献相等。 如果说,纳什均衡是非合作博弈中的核心概念的话, 那么,我们可以说,夏普利值是合作博弈中最重要的概念。 夏普利值是合作性博弈的一种企业。 2012年,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,美国运筹学家罗伊德·夏普利, 在1953年采用逻辑建模方法,归纳出了三条合理分配原则, 即在恩人合作博弈中,参与人爱和恩人大联盟博弈所获得的收益, 费爱应当满足的基本性质。 它是用功利形式来表示的,进而证明,满足这些基本性质的合作博弈界是唯一存在的, 从而妥善地解决了某类合作博弈的合理分配问题。 那么这三条分配原则是,第一条,对称性原则, 即每个参与人获得的分配,与他在集合爱中的排列位置无关。 第二条原则,成为有效性原则,这里边包括两点。 第一点,若参与人爱,对他所参加的任意合作都没有贡献。 则给他的分配应该为零。 其数学表达式,可以表示为, 对任意的爱属于S,S是爱的子极。 若VS等于VS减掉爱, 那么费爱应该等于零。 第二点呢,是所谓的完全分配,看这个等式, 也就是把所有的收益分光,这是第二条,有效性原则。 第三条,叫做可加性原则。 对,爱上任意两个特征函数,U与V。 费U加V等于费U加费V。 这表明,N个人同时进行两项互不影响的合作, 则两项合作的分配也应该互不影响。 每人的分配额是两项合作, 单独进行时,应分配数的和。 满足上述三条分配原则的费爱, 称为夏普利值。 这里的爱,是属于集合爱。 夏普利不仅证明了夏普利值的存在唯一性, 而得给出了夏普利值的计算公式。 下面给出这个重要结果。 对任意,恩人,合作,博弈,爱危,夏普利值是唯一存在的, 而且第二个人的分配值如夏氏所示。 其中的像S的决定值一样表示这个符号, 它是集合S的元素个数, 而公式WS这个等式是集中人爱在联盟S的贡献, VS减去VS去掉爱的一个加权因子。 因此,集中人爱对所有他可能参加的联盟所作贡献的加权平均, 或成期望值,就是夏普利值。 实质上,夏普利值给出了联盟收益的一个适当的分配方案。